大家好 这两天啊 资博文旅局让北大清华学生 免费旅游的经文呢 是吵得沸沸扬扬 引起了其他很多大学的反感 最后呢 当地官员不得不出面来解释 他们就说了 此事呢还在研究当中 并没有马上实施 在此啊 很多人都赞扬啊 说资博呀 这官员宣传不弄这内容做得好啊 引起了特别大的争议啊 扩大了资博旅游宣传的热度 至于啊能不能落实 怎么落实啊 那其实呢是第二步的事啊 现在呢也不必考虑那么多 因为 对于很多宣传来说啊 不管是好宣传还是坏宣传啊 最终呢都是好宣传 那城市旅游策划呢 也要大胆借借啊明星炒作的方式 对此呢 我是不同意这些观点的啊 当然了 我们也承认啊 这阵子呢 自不在旅游的包装宣传上啊 还是可圈可点的 本来这个城市啊 没有传统的网红的旅游项目啊 同时呢 综合条件也不如本省的 你像青岛啊 威海啊 那么好啊 但是当地呢 能把烧好这个项目啊 短时间内呢 就热潮起来 这还是十分喜人的啊 同时呢 其他的配套的宣传啊 也是特别有新意的 比如说啊 文理局的局长啊 那现身宣传当地的小吃 那一集呢 通过暗访啊 发现当地的商贩呢 所有的秤啊 全是足金足两的 那一集啊 在网络宣传上呢 达到了废典 不过啊 这些宣传呢 之所以呢 引起很大的共鸣和轰动效应啊 和山东的人能优势呢 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因为山东呢 是儒家文化的发言地啊 当地呢 受孔孟之道的影响是比较深的 所以说呢 在道德法治的介绍上啊 还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 以此呢 作为城市的宣传点啊 会引起很多的共情 但是啊 把这个北大清华免费旅游啊 做一个新研究的点呢 来继续宣传啊 以之前那些宣传儒家文化的定位呢 就有些不大大了 而且呢 还有两个很难的点啊 不好解决 那第一个呢 就是洛世展啊 毕竟呢 北大清华的学生啊 有好几万 如果说啊 都去旅游的话呢 当地的住宿和接待啊 能否跟得上 还有另外一点啊 就是在旅游的过程 当中啊 谁来保证学生们的 安全的问题呢 所以说 这些戏啊 都是需要细细考量的 不然的话啊 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这第二点啊 就是北大清华的这些学生啊 本身呢 就特别擅长 五文浓墨啊 而且呢 他们更不愿意在网上 发表言论 指点江山 如果说啊 成天上万的学生呢 都去了当地 那他们呢 会集中在网上啊 发表各种各样的言论 当然了 这当中啊 肯定有很多言论呢 对当地的旅游宣传啊 是有利的 但是呢 肯定有很多的宣传啊 对当地的旅游宣传呢 是不利的 所以说啊 这种集中的旅游啊 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这炒作明星的影响模式当中啊 很多东西呢 只是做一个噱头出现而已啊 能信大家 关注明星本身 和他的作品就足够了 这一说啊 宣传的东西呢 能否实现 能否落地啊 很多人呢 就不会去洗旧的 但是啊 旅游这个东西呢 就不一样了 最终啊 一定要落实到位的 那具体执行的每个细节啊 都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说不认真对待啊 万一哪个环节啊 既考虑了啊 考虑的不多 那就容易生出很多 意想不到的是非